好的 感謝現在分析台的老師 在線上收看的觀眾也在現場的招待室 歡迎收看2018年的春季聯賽 我是主播Section 當然在今天其實這場比賽 作為了LMS的三大這個速敵對決之一呢 剛剛其實分析台的老師已經大約聊了一下 在於上路的一個對決 那我這邊想問一下球隊老師 基本上我不會想問你說誰會贏 因為我為了不讓這些粉絲失望 對 或者是一些賭局受到影響 我個人只要想問的是 對於上面老師認為上路這個問題 你是怎麼看的 你是認為上路也是這兩支隊伍的問題嗎 還是其實有其他路線 其實我覺得上路這兩個人打起來的話 我覺得應該算是五五波 因為剛剛分析台也有提到 3D這邊是一個打得比較激進的選手 但是REST這邊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選手 當這種情況碰在一起的時候 通常不會插出什麼火花 對 真正最恐怖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兩邊Jungle 對 我也有感覺是這個 如果今天中路我們假設4-4是這個 屌虐 哇 有沒有 大殺四方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今天是HANA嘛 對不對 HANA這邊可能就可以做比較多的事情 那相對的3D這邊如果這麼兇的話 被抓的可能性 提高了87% 喔 這個87 就直接抓到N7 所以其實很多的東西都取決於他們Jungle的選擇 那佳文這邊其實剛剛分析台也有提到 我覺得算是一個 前期真的兩等以來應該是最熊的啦 這可能可以去考慮 但對於LMS到底該不該去考慮 我也不好意思說太多 我怕說一說 等一下就有人說我操控賭牌 對 有人操控賭牌 不要 對 那另外 剛剛偷兩個龍的 被換下去了 換了Breaker來 這也是 比較大膽的調度 我覺得這麼認為了 這是大膽調度了 嚇死人了 真的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這個調度我一開始覺得Move那個調度 我還勉強可以接受 因為說真的 剛剛Move雖然說沒有打得很差 但是畢竟被偷龍還是滿不應該的 而且 心態爆炸 有可能他自己心態爆炸 狀態不好 那換一個人上來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剛剛HANA這邊看起來是 氣勢高漲 對不對 那個喇叭都要吹起來了 那個戰鼓 敲在 結果 其實他剛剛也沒有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真的就是偷個兩條龍 也玩得不算很差也還不錯 那這邊變成Breaker 其實Breaker在LMS開機來到現在的 戰績 跟目前的表現來說我覺得不算很好 對 那在這種情況下把它換上來 我覺得這個 練兵或是放一場的 機會比較高的 的這個 意味蠻高的 有可能就是 因為你總不可能永遠不讓他上 永遠不讓他上 他永遠不會成長 所以他們可能覺得這個下一場 穩拿穩拿有沒有 先放一個Breaker上來練一下 我覺得這也是蠻不錯的 因為畢竟BO3現在的一個賽制 主要真的是為了讓大家有一個可以 上場的一個機會 這個壞人其實 這個壞人不論是對是錯 我覺得都是有適合力 沒錯啦沒有 一個戰隊有一個戰隊的考量 這個我們也不好說什麼 對不對 但是真的要讓他上來試試手 的話現在AHQ不錯啊 你說在他對決AHQ的時候 對啊打AHQ的時候不錯試啊 第一場先上 好不好 第一場先上有問題 第二場再壞 可能他就比較穩定 對對對 那當然可以選擇這種傷害 性比較高的符文 來去做前期的壓制 這邊丁丁 前期 丁丁 卡薩丁這邊 丁丁啊 丁丁 這個是熟朋友了 很熟很熟 看很久 看很久了 真的真的 尤其是卡薩丁這個角色遇到娜爾 欸遇到卡蜜爾 打到後期的話 對 馬西很不舒服啦 一般娜爾在回家第一箭是出黑切 他 這邊直接撞到 Jungle 護撞 打出4加被動 不過對面一步已經離開 佳文基本上 在這種樣子撞到的話 是打不太贏竹女的 因為竹女畢竟第一波有他的那個被動 不過如果在撞到的情況下要 唉唷 這邊直接 為什麼呢 這個驚人 懼怕了 對面 Titan在森林的壓力 選擇要離開 突然被打掉了 交了閃電 對面跟閃普攻 重擊先回血 想要逃跑的Break 回到了自己的塔上 這邊有沒有機會趕緊再拉 開始在等自己的Q 我再甩一下 直接被甩死了啦 這是一個單殺呀 這個我真的不得不說 這難怪Breaker不用上場 真的是 好挫喔 我的天啊 他這個爛到 爛到我覺得不可思議 這個超級扯 那個驚人根本就莫名其妙 他是1的時間太長了嗎 根本就瞎按 他可以直接閃現 沒有啊 唉唷 我要從何說起 等一下 讓我喘口氣 讓我喝一點飲料 先喝個水 你知道嗎 今天泰山剛剛已經 已經打了他的三下 然後把1用掉了 那個兵已經用掉了 當時 他按驚人的時候 他身上連一個層數都沒有 一個層數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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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驚人按下去之後 剛好送給了泰山 他的那個層數 疊層數的那個間隔時間 讓他可以馬上開始再疊三層 然後他在這麼關鍵的時刻 他知道自己一定會被疊三層的時候 再按自己的EQ 自己被打下 你看他這個按驚人 他現在一格層數都沒有 按驚人結束 泰山的那個被動 剛好重置 打他三下 他知道自己這一下一定會被冰起來 他偏偏要這個時候按EQ 然後再被打斷 然後被殺掉 然後被殺掉 而且當時是不是他在第一時間 在河道上撞到泰山 他選擇EQ往後走 走了之後他是不是走到底 走到底之後他的叮叮被壓在塔下 所以叮叮是不可能來支援他的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泰山要拆 當他的面拆他那隻眼睛 你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眼睛送他 那他做的什麼你還記得嗎 他走回去 Q了他一下 嘻嘻 嘻嘻嘻 嘻嘻嘻 嘻嘻 好含 阿不就好會玩 阿不就嘻嘻 阿不就嘻嘻 天啊 完了這個太恐怖了 這波被擊殺 在笑啊 真的是 線路直接是 就是這個我覺得這個野區 他戳他那一下 他戳他那一下 竹女甚至不用喝水 他只要走在河道上面 走在這個Jungle裡面 他的血就回滿了 他戳那一下有跟沒有一樣 他戰勝律動也沒有打到他 這也是線路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去的 然後莫名其妙按了一個驚人 好屌阿 流傳百年的 一個狀況 不要流傳了啦 不要再讓我看到他 拜託 這場泰山是不是 麻吉前面都在演 他這場打得好好 他 該cover的都有cover到 該兇的 該殺的都有做到 有沒有 他下入這個資源 他完全就有猜到 Breaker 怎麼可能會下 過來直接抓到Breaker 看來還是在吃這個 殘熟的時候 把技能丟光了 Corky King you know 對 正在享受佳搖之餘 被人從上方打擾 這個莫名其妙撿到一個頭 真的是 也是蠻爽的 很舒服 所以今天發紅包 最近紅包給了APEX一個 枕頭非常的舒服 真的 開城也是給到了實質的壓力 這一場英雞確實打得漂亮 而且不理智了 真的真的 要再來一次囉 來囉 一定會掉 一定會被偷的隊伍 對上一定會偷到的隊伍 這個大挑戰究竟誰會贏啊 看起來這沒得偷啦 我挑戰者死去了 這次麻吉學乖了 對 直接 來到了上面 讓Gamer上來 擋住了這次的夾魂進攻啊 哇 這矛盾的大對決 似乎是沒有解過啦 破除詛咒 破除詛咒 直接 怎麼解決 在挑戰的時候先把挑戰者給打死 直接成功 我們解決了 我們處理了 有問題的人 對 最好的處理方式 就是把有問題的人直接處理掉 我們把有問題的人處理掉 就沒有問題了 對 不過這一定還是得要接這一波團戰啦 這波團戰 基本是有90%的弱敗率 但他們還是得打 可惜的是 這個閃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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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卡尼進來 瞬間不見了 消失了一個FOFO 也讓比賽要準備結束 N17所有人全力灌塔 我們恭喜 N17拿下這場比賽 1比1 我們即將來看到第三局的對決 這個 我 我覺得 下一場應該 應該會 應該會換回哈娜吧 等一下這個 比賽開始我們講講 那個字幕突然就來 應該會換回哈娜吧 等一下那個 應該會換吧 應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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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該換了吧 對這個 前面 第一個死亡 這一場 這場BREAKER好誇張欸 BREAKER 真的好誇張欸 這可能 有一些小小的狀況 這一team 要趕緊處理 這個真的很誇張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誇張 這個 我覺得已經是完全不可以的局面了 佛哥摸摸頭 似乎 理解了什麼事 嗯 嗯 嗯 是對的 這一些人的想法好像是對的 對的 然後我們 左邊好像是N17先拿呼吸 對對對 然後 右邊這邊 jteam是 要肥下路 就是 從後到尾他都不在那個 有得表現的那個 記錄裡面 對 沒有給他那個機會 然後再加上 對 其實 其實就數據來說 其實在之前的數據 4-4基本可以 最高的可以打到團隊的40%以上的傷害 對 最少也有20-30% 所以他整體扛的輸出 這一場的Ben 其實N17有正中下環 那 確實Jteam在後續 雖然小B有打出一定的傷害 可惜的是 有一些狀況 那這些狀況我相信Jteam要 對 Jteam究竟能不能 帶走一個自己的獲勝 帶走一個新年禮物呢 我們先稍作休息 讓我們三位分一台老師 來看待第二場的對決囉 MING PAO TORONTO